你眼睛看到的动作也不一定是真的 因为当下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不要再说形而上 会知道更高的一个境界 难怪恐恼不止 一代的圣人都会有那种心情 困难到这么的程度 所以我们不能去怪众生 我们不能去怪众生 今天社会上如果不够和谐 应该要怪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没有将这个道把它推开 只有每一个人都懂得他的来时路 懂得人生的意义 立下了好的这种家族观 那自然而然他就有道德观念 有道德观念 但是偏偏很多人他就不相信 但是还是有用 有个地方很多人都倒垃圾 结果就写了一个牌子说 这个地方不可以倒垃圾 倒垃圾抓到要划钱 结果会不会到 还是到 到了之后 插了一个牌子说 不可以倒垃圾 倒垃圾要划钱 已经装监视系统了 监视系统 就是这个什么像 摄影机已经装着 会不会到 还是到 拿个报纸遮着就好了 不知道什么人 帽子过低一点 还是到 后来就换了一支牌子说 这里地方不能倒垃圾 因为倒垃圾 生小孩会没有屁股 结果从今以后那个地方 就非常清洁了 所以有时候谈一下 人所造的这种内 就是要去承受